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关于我们下一代子女的教育 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基督徒 普遍都很重视下一代的教育 但是基督徒的第二代信仰流失率极高 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 很多孩子年小的时候和父母一起去教会 但是上了大学以后 就再也不参加基督徒的团契 也没有教会生活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 New St. Andrews College校长本默克尔 在Founders Ministry这个机构 制作的一个视频当中 深入探讨了这个问题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 本默克尔校长在这个视频中谈到的一些观点 在这个视频的一开头 主持人就先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现今的基督徒对于教育的观念 普遍在哪里出了问题 本默克尔校长回答说 问题有很多 但是其中有一个最值得担忧的 也是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基督徒并不明白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尤其是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看 教育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我们被兜售了一套世俗的观念 认为教育基本上就是职业资格认证 也就是说 你受教育就是为了获得某种职业技能 帮助你将来可以找到一份工作 但这是一种非常机械化的思考方式 作为一名大学校长 本默克尔他经常和父母谈话 试图说服他们正确的来思考大学教育 他发现很多父母都认为这个世界 就像一个嗡嗡运转的机器 这个机器就是人才市场 而家长的责任就是教育孩子 成为一个精雕细琢的小齿轮 这个齿轮被配置了某种合格的技能 从而可以提供给这个庞大的社会机器 如果父母尽到了这种责任 完成了这种任务 他们就可以把这个齿轮提供给这个大机器 如果这个齿轮的确具备一些实用的职业技能 那么这个机器也会接受它 然后就开始在机器里面规律的运转 好像美好的人生从此就可以开始了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父母犯了一些错误 或者做了一些与众不同的尝试 就是不按照常规的方式去教育自己的孩子 他们就会非常担心 把孩子提供给这个机器的时候 这个机器会拒绝它 以至于他们的孩子从此以后 在社会上就找不到人生定位 无法适应这个世界 这种对教育的看法 是从一种很狭隘的 实用的和功利主义的角度出发的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 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教育是一种品格的塑造 是一种世界观的形成 除此以外 教育还应该有更宏大的愿景 事实上 当我们让孩子接受符合圣经的教育 孩子的就业能力应该会更强 但是他们的就业能力 不只是去找到一份工作 更能够提供工作 为其他的人创造就业机会 他们可以成为雇佣别人的人 或者创造机器的人 而不是像一个齿轮 被一个机器所裹挟 而耶稣基督希望我们 不要成为被世界奴役的人 而是让我们成为影响世界的人 然后在这个视频的中间 主持人又问了一个问题 说难道父母想要孩子 找到一份好工作 有好的福利 有好的退休计划 这就错了吗 本默克尔校长的回答是 这种想法本身并没有错 但是如果把这当作了终极目标 那就有问题了 我们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 并且永远以他为乐 更重要的是 当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其他的这些都会加给你 当你跟随神 神并没有应许要一定给你财富 当你跟随神 走一条顺服的道路 神会给你的福利 会更加的美好 父母总是把好工作 好福利 好的退休计划 当做安全感的保证 以为获得了这些东西 孩子的日子 才会过得比较好 父母需要摆脱这种想法 如何让父母摆脱这种想法呢 他在现任的这所大学里 已经担任校长五年时间了 他过去花了五年的时间 来面对很多对抗的阻力 他发现 要想说服一些家长 用不同的眼光 去对待儿女的未来 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首先家长需要对孩子的未来 建立一种新的期待 这种期待是 他们长大以后 能够对信仰忠诚 家长必须来衡量 孩子的信仰忠诚度 孩子对信仰认真吗 他真的重生得救了吗 他爱主吗 他愿意为主而活吗 然后家长也必须要看到 当今社会世俗的教育目标 是在削弱孩子们 对信仰的忠诚 然后家长必须要做一个选择 二选一 到底要选择什么 愿意选择对信仰保持忠诚 以这为教育的目标 那么神会把其余的都加给你 所以首先 家长要为孩子选择正确的教育目标 本默克尔校长还谈到 当今教会面对的危机 他说教会正处在一场严重的危机当中 这场危机就是 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下一代 如果你回顾教会过去几十年的光景 你会发现我们很难成功的 把信仰传递给下一代 我们正在失去我们的孩子 当你深入研究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你会发现 一般来说 当孩子上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问题就表现出来了 莱福尔最近有一个调查 显示在高中的时候 经常去教会的学生 他们当中有大约三分之二的人 只要他们一进入大学 就至少有一年不再去教会了 其中大部分人永远再也不去教会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 家长们想象一下 把你的孩子放在诺曼底登陆的 第一批船上 想一想 他们将会面对死亡的威胁 把这与孩子去上大学后 远离基督的这个比例相比 他们在当今美国典型的大学里 要比他们在诺曼底的海滩上 还要危险 在大学里三分之二的学生会离弃信仰 而在诺曼底的海滩上 死亡的人也只是一小部分 而且在诺曼底海滩上 就算死失去的也只是地上的生命 但是在大学校园里 被离基督的代价是失去永恒的生命 那是更加沉重的代价 在现实中 你可能不敢把你的孩子放在诺曼底登陆的船上 但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多人不加思索的把孩子送入大学呢 我不是说不要让孩子上大学 而是要我们思考让孩子选择什么样的大学 我们让孩子去上大学的目的是什么 在上大学之前我们孩子的信仰有没有装备好 大学是问题的一部分 但是这个问题远远超越了大学本身 事实上孩子远离信仰这个过程 贯穿了从学前班一直到高中的阶段 他们在大学阶段彻底的远离信仰 那只是这个长期过程的最后一步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慢慢地把自己和父母的信仰脱离开来 最终选择投身于一个相反的方向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 本默克尔校长在接下来 谈到了当今美国公立教育体系的一些问题 他说世俗的左派运动 鼓励人们不生孩子 远远超过他们鼓励人们生养孩子 你可以想一想 他们所推广的那些社会思潮 同性婚姻不能够生孩子 支持堕胎的女权运动 谋杀自己的孩子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纵淫乱的生活方式 不愿意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 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能生养众多的文化 那问题是 接受这种世俗教育的学生从哪来呢 生源从哪里来 实际上他们的学生是来自教会 来自基督徒的家庭 基督徒生下孩子 把孩子养大 然后把他们送到学校里去 在那里 反圣经的意识形态捕获了他们 政府作为新的世俗主义的父母 取代了他们的肉身的父母 灌输给他们一种全新的思想体系 和基督信仰截然相反 事实上 自由派 是在依靠保守的基督徒家长 为他们来养活孩子 然后把孩子拱手送给他们 今天美国的极端左派 就是在依靠教育系统 作为一个供应链来获取我们基督徒的孩子 如果你留意美国教育界的员工结构 你会发现 他们一直在这个方面很努力 一所典型的公立高中里 99%的健康卫生教员 97%的语文老师 和87%的数学老师 都是来自民主党 但是请不要误会 我并不是说 所有民主党的老师 都有明显的意图 要给孩子灌输左派的意识形态 我相信也有很多民主党的教职员工 并没有这种意图 但是如此悬熟的党派对比 必然导致公立学校的教育 不可避免的被意识形态化 这也不是说 只要老师都是来自共和党 就会万事大吉 不是的 这里的问题是 这种现象表明了 当今美国公立教育体系的 意识形态化的程度 已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一个特定的政治党派 已经在专心致力于 来接管从学前班 一直到高中的教育系统 一直到把学生送给大学教授 而今天大学里的教授 是美国最左倾的一群人 这些大学教授不一定居心叵测 事实上他们当中有很多的人 是很真诚地去相信他们的理想 带着热情去推广他们的理念 他们对教育系统的专注和努力 是基督徒和保守派都没能做到的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 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在美国上了公立学校 然后上完四年大学以后 基本绝大部分都会支持左派的意识形态 有一些保守派人士经常谈论 他们对深层政府的惧怕 就是他们担心那些 没有经过民选的华盛顿官僚体系 企图控制并且主导一切 而我们普通百姓对此又无能为力 但是本默克尔校长说 他认为美国最根本的深层政府 其实是教育系统 就是从学前班到高中再直到大学 我们的教育系统 已经被世俗世界观完全掌控了 并且极为成功而周密地 把这一套的世界观灌输给了我们的孩子 教会曾经都没有看到过 像过去这一两代人的情况 从父母到孩子的信仰传承当中 折损率如此之高 而发生这种情况的时间 正好就是我们把孩子拱手 让给世俗的政府 来接管教育的同一段的时间 温迪·鲍奇曼她曾经说过一句话 如果你把孩子送到凯撒那里受教育 那么他们回来以后成为罗马人 你就不要吃惊了 为什么我们的下一代 以如此高的比例离开信仰 是因为缺少了什么 而导致他们慢慢地远离信仰 本默克尔校长说 是因为他们缺少了对世界是什么 和人是什么的健全的认知 包括世界如何运转 头脑应该如何工作等等 下一代的孩子们没有被教导如何思考 世俗教育系统的失败之处就在于此 他们只提供最基本的批判性思考 却没有提供基督教信仰几千年来建立 并传承的缜密严谨的思考能力 当今世俗教育缺少了基督教信仰的思考方式 没有把基督教信仰的思考方式教导给孩子 接下来本默克尔校长举了几个例子 就是在过去50年间在美国发生的现象 大家就可以从中来体会美国公立教育系统是如何改变的 在1961年 当时典型的大学生需要在功课上花的时间是 一个星期大约40小时 这包括在课堂上听课的时间 还有课外研读写作业等其他的时间 其实这就是一项全职工作 的确做一个大学生就应该是一项全职工作 但是到了2015年 一个典型的大学生平均一个星期花在学校里的时间是17个半小时 也包括了在课堂里听课以及课外学习的时间 假设有两个典型的大学生 在他们各自所处的时空环境里 都只是选择满足学分的最低要求 就是每周12个课时 那么在1961年 一个学生除了在教室里的12个小时以外 他还需要再花28个小时的时间在课外学习 那以同样的算法来看2015年的大学生 花在学校里的时间17个半小时 减去课堂上的12个小时 他们现在只剩下5个半小时用于课外学习 所以在1961年 一个大学生需要28个小时来应付大学课程 而2015年应付同样的课程 学生只需要5个半小时 而且在1960年代 大学生的成绩当中15%是A 在2015年的时候 45%的大学成绩是A 请记得 我们现在比较的是用28个小时 和5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来做对比 也就是说 攻读同样的大学课程 现在的学生只需要花费1分之1的时间 能拿到A的这个概率就增加了三倍 很明显 我们的教育系统 已经把教育的严谨程度和深度严重的给缩减了 我们不断的把水平降低 而另外一方面 在所有的高中毕业生当中 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标准会考的成绩可以达到上大学的水平 而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 有多达45%的学生 在大学的前两年 就是大一和大二的时候 他们的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分析能力完全停滞不前 他们在如何思考和判断以及如何行事 这些基本的能力上完全没有进步 穆克尔校长说 这种现象是因为他们当中有大约一半的人 在高中毕业时有上大学的能力 而另外一半人并没有 因此大学的前两年 必须被鱼化 鱼弄的鱼 鱼化 甚至成为一个补救性的时间 就是照顾水平比较差的一些学生 来等待他们水平提高 那么那些批判性思考能力停滞不前的学生 其实就是当初有能力升入大学的那一部分的高中毕业生 大学的前两年并不能够培养他们进步 大三的学业才开始对他们具有挑战性 仔细审查这些统计数字 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教育系统正在慢慢变得廉价 劣等 甚至成为一个笑话 我们的孩子并没有被教导 如何做基本的思考 他们更没有被预备好 如何为我们的信仰进行分析和辩护 木克尔校长说 他还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中观察到一个现象 这些孩子被灌输了一种观念 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责任就是做个好人 让别人喜欢 作为家长 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具备基督教好人的人格特征 而这种好人的特征 不一定是来自于上帝律法的要求 而是用世人所定义的好人来培养我们的孩子 我们想要我们的孩子成为好人 可是当孩子去上大学的时候 他们会遇到世俗主义的挑战 有一些事情需要他们用坚定的态度去持守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学习过怎样去坚持立场 他们不知道如何与世界对抗 与世界对抗 这里面所引用的这个拉丁文的单词 是因着早期教会领袖亚他拿修而出名的 亚他拿修意识到 如果要坚持信仰的立场 一定要与世界对抗 要有能力对抗一个极有力量的对手 他必须要大胆无畏 但是我们并没有教导我们的孩子 怎么与世界对抗 我们只教导他们做个好人 做个好人 这就够了吗 我们不可能用好人的姿态 去对抗世俗主义 孩子并没有预备好去面对 世俗主义带来的属灵征战 本木克尔校长说 他妻子的祖父 吉姆维尔森 是一位天资禀赋的传道人 吉姆从海军军官退役以后 开始做传道人 并且把服役生涯当中 学到的一些经验 应用在传道的服饰中 他写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战争的原则 在书中 他把军队里的战略原则 应用在传道服饰的事情上 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决定点 决定点就是一个可以改变结果的转捩点 这个决定点可以改变整个事件的发展 一个决定点是事态转变的关键和枢纽 那么如何决定一个事情 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决定点呢 那就看这个事情是否同时具备 策略性与可行性 策略性的意思就是 这件事情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可行性的意思就是 这件事情你有权利去做 你也有能力去做 所以当某一件事情 同时具备了策略性和可行性 那么这件事情就可以成为一个决定点 很多事情可能非常有策略性 但是我们做不到 有一些事情非常有可行性 但是对未来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力 那你要寻找的是一个同时具有策略性 又具有可行性的事情 当你找到它 你就找到了决定点 而教育对于教会来说 就是一个关键的决定点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教育是一个决定点 因为人本主义的世俗世界 已经利用教育来对抗教会了 世俗主义已经对教会的发展 和福音的传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用福音来拓展教会 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决定点拿回来 夺回教育的权利 接下来 本默克尔校长用派蒂亚 这个希腊文单词来谈教育 他说在历史上 派蒂亚 这个词是指年轻的希腊贵族所受的教育 但是派蒂亚的意思很广泛 它包括了如何阅读 如何写作 如何算术 以及对当时的科学概念有基本的了解 但是派蒂亚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 要比这更深远更丰富 这个词的含义超越了教育 更类似于是一种沉浸于某种文化当中 是一种文化的沉浸 在古希腊时代 派蒂亚不只是涉及到如何思考 更确切地说 是要如何用希腊人的方式去思考 派蒂亚塑造人们对希腊文化的欣赏 培养人们对希腊文化的爱好 包括希腊人的哲学 文学和音乐等等 那是在培养人们对自己身为一个希腊人的荣誉感 对自身文化的忠诚和热爱 以至于人们可以致力于把自身的文化完整的代代相传 并以极大的热情把希腊文化带到各个城市 并且活出一个希腊人卓越的生活 那么如果把希腊文化换成基督信仰 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有一种排列式的基督教教育 教育我们的下一代 如何用基督信仰的方式去思考 培养我们的下一代对基督教文明的欣赏 培养他们对基督教文化的爱好 培养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荣誉感 对于基督教信仰的忠诚和热爱 让他们也致力于把基督信仰 完整地传给他们的下一代 并且以极大的热情去把信仰 带给他们所到的各个地方 并且活出一个基督徒荣耀的生活 这是排列式的基督教教育 当使徒保罗在跟以弗所教会写信的时候 他就抓住了排列这个概念 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 保罗说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里的教训这个词就是排列 保罗是在说 有一种根植于基督信仰的排列 但那是主的排列 是主耶稣的排列 主耶稣的教训 基督徒应该致力于把自己的子女 沉浸在基于基督信仰的文化当中 通过这种文化沉浸的方式来教育子女 如果回到旧约圣经生命纪第六章 摩西也给出了类似的教导 生命纪六章四到九节 以色列亚你要听 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 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 无论你坐在家里 行在路上 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戴在额上为经文 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 并你的城门上 摩西在生命纪第五章讲述了十节 然后在第六章 他就说这些教训要记在手上为记号 也就是说 上帝的律法要带出 我们手所做的一切行为 要戴在额上为经文 也就是说 我们要用上帝的话语当作眼镜 来解读我们看到的一切事物 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过滤眼镜 我们用上帝的话语来理解和回应 这个世界上一切的现象 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 让孩子懂得这些原则 我们应该用上帝的话语当作滤镜 来教导孩子认识世界 所以牌地所需要的工具就是圣经 所有的事物都应该以圣经为基础来建造 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家里的门框上 放在城门上 放在我们要去的所有地方 排地啊 应用的范围涨涨涨全世界 包括我们看得见的所有的事物 和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回顾教会历史 我们会发现 孩子们长大以后 普遍地远离教会 这种现象是近代才出现的 在漫长的教会历史中 这不是常态 正常的情况下 基督徒首先要养育出信主的儿女 信仰因此代代相传 我们是要向外传道 向外分享福音 但是有史以来 父母把信仰首先传递给子女 这是更普遍的 而且排列式的基督教教育 一直是被神使用 来传递信仰的重要途径 这并不是说 你把孩子送到一所基督教学校 就一定保证这个孩子相信耶稣 这仅仅只是我们传承信仰 使用的一种工具 但是我们必须要严肃地重视它 在教会历史上 有许多重要的历史阶段 当神赐福给教会 带来信仰复兴之前 教会总是先有教育的复兴运动 16世纪的宗教改革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宗教改革运动当中 很多重要的人物 在改教之前 都是由一些教育复兴的活动 培养出来的 他们严肃地学习神的话语 忠实于纯正的基督信仰 并且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样式 将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 短短一代人之后 宗教改革就发生了 我们可以在教会历史上 看到这种模式 就是当我们认真的 落实基督教教育 我们就会经历到 属灵的复兴和教会的成长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充满朝气的 满有实力的 满有热情的 基督教教育的再次复兴 但是请记住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需要我们付上极大的代价 需要我们在时间 金钱 以及其他很多 看不见的事情上 付上巨大的代价 如果你自己在家教育 你就需要奉献很多的时间 专注在孩子身上 这就意味着 你没有办法成为 双收入的家庭 因为夫妻二人 其中有一个人 留在家里面 与孩子一起学习 而工作的那一方 通常是丈夫 也必须在下班以后 拿出时间来 陪伴和教导孩子 这需要在时间上付代价 那么如果你决定 送孩子去一所 信仰很纯正的 私立的基督教学校 那么你除了 要通过支付 房产税的方式 资助当地的 公立学校以外 你还要支付 你的私立学校的学费 这也是一笔 巨大的代价 还有一些的教会 弟兄姊妹联合起来 一起来帮助 教会的家庭 培养孩子 成为基督徒 那这也需要 整个教会 来付代价 培养金钱的后代 并不一定 是要让孩子 去做宣教士 或者牧师 他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份自己的职业 但是他们可以用信仰 在他们的职场中 影响这个世界 本木克尔校长 引用了一个西伯来文单词 Machel 这个词 有讲述真言的意思 这个词 也有一层意思是 像君王一样统治 就如同大卫 坐在宝座上 指挥其他的人 将真言和统治 这两层意思 联合在一起 这是一种智慧 这个词 出现在真言 和其他的 旧约圣经书卷里 认识这个世界 分析这个世界 治理这个世界 这是一种智慧 这是一种 如君王一样的行为 是在统治 是在治理 是在带领 当我们给孩子提供 排地亚式的基督教教育 我们就是在教导他 怎样去治理 怎样去带领 当然 这里所说的治理和带领 与我们所说的 以仆人的心智服侍他人 这并不矛盾 我们需要培养下一代 认识上帝创造的世界 不仅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更能够明白 这个世界本应该发生什么 让我们的孩子 不是以一个社会机器当中的 一个齿轮的样式 进入这个世界 而是以一个带领者的样式 进入这个世界 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 建造机器的人 和引领未来的人 这是我们对基督徒下一代 应该抱有的期待 这就是学习一个谋生的技能 和为神的荣耀而去工作的 显著区别 当基督徒第一次登陆到北美大陆 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工作 在等着他们呢 他们从五月花号走下来的时候 他们去哪找工作 哪里有就业办公室 哪里有人才市场 哪里有现成的职位等着他们呢 那个时候没有现成的职位 但是那个时候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这里就体现了思想观念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雇员和自由人的区别 本木克尔校长提出了一个词 叫做自由人 用自由人来对比雇工 他说老板会告诉他的雇工 说你做什么 给他分配任务 然后雇工就按照老板的指示去做 所以这一个雇工 他必须服从他的老板 而在现今的社会里 这就是世俗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目标 他们给我们去安排任务 让我们去实现那些世俗主义的异常 他们让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去做 而我们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糊口 相反 一个自由人 他会看着这个世界说 我知道 我有一位天父 这是天父的世界 天父告诉了我 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要进入这个世界 去侍奉天父 顺服天父 去改变这个世界 去荣耀天父 这个自由人 他踏入带领者的位置 他成为文化的改变者 他成为社区的领袖 在他的教会 学校 社区里 做带领的角色 这是非常不同的观念 我们要殷勤地教育我们的孩子 成为自由人 成为自由的男人 成为自由的女人 成为天父眼中 看为喜悦的王子和公主 我们希望基督徒的下一代 走出去的时候 是这样的人 这就需要我们为了这个目标 去教育他们 这就意味着教育 远远不只是拿一个毕业证书 教育当然可以包括职业技能的训练 也包括了批判性思维 就是坐在那里阅读一段文字 思考一段的论证 可以明白这段文字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可以提出一些 有创造性的问题 去明白这些文字背后的 思想观念是什么 神创造了这个世界 创造了我们的思维 和逻辑运用的能力 我们的孩子应该学习 如何从上帝的创造出发 用有说服力的 且有吸引人的方式 简明的清楚的 以书面文字口头表达 或者艺术语言等途径 向世人表达他们的信仰 向周围的人讲述 他们要做什么事 说服其他的人 加入他们的事业 这就是带领者要做的事情 这样的人可以用圣经真理 影响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 在地上彰显出天父的荣耀 他有能力把自己的意向 传递给其他人 用他的论证和语言 去赢得其他人 进入他所指引的方向 就如同一个军官 用这个方式命令他的士兵 去影响这个世界 为了神的荣耀 去拓展神的国度 为了实现这个愿景 我们可以用传福音的方式 同时也要用摩西和保罗 所教导的方式 就像摩西在生命纪里所说的 又像保罗在以夫所书里 所劝勉的 透过圣经的眼睛 看清这个世界 透过圣经世界观 认识这个世界 然后带领其他人 进入神的国度 所以教育的内容 远远超过了学习 怎样使用Excel的表格 当然你需要知道 如何使用Excel表格 但是你需要知道的 远比这些更多 我们需要把这个愿景 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 并让我们的孩子 接受这样的教育 并且为了建立这样的教育 我们愿意付上代价 这是新圣安德鲁学院的校长 本默克尔谈到的 关于教育的观点 他认识的这一所大学 New St. Andrews College 新圣安德鲁大学 是一所非常特别的大学 他所讲到的教育理念 在这一所大学里面 有充分的体现 这是一所开展 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大学 我把这个大学的一些 教学理念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来对基督教教育 有重新的思考和认识 这个大学的网站上 有这样一段话 说到经典的基督教高等教育模式 更强调智慧和真理 而超过了实用技能 它的整全和美 超过了专业化 我们这一所学院 尊重这样一种经典的基督教传统 强调真、善、美 为了实现经典的基督教高等教育 这一所学院更强调知识的整全性 因为在圣经里说 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 所以学院强调知识的整全性 并且无论是本科 还是硕士阶段 在万有之主的呼召面前 要培养仆人士领袖的品格 耶稣将他的门徒 比喻作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 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有领导力 也应该有责任 而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究竟领导的是好还是坏 我们对主是不是中心 这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职业不仅仅只是一种工作或者事业 职业是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不管是做儿女还是做配偶 不管是做父母还是做管理者 或者做公民或者做教会的一员 人所承担的职份 都是来自于上帝的呼召 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在每一个人生的阶段 都要殷勤地为主做工 所以这一所学院 旨在培养学生具有中心的 仆人式的领导力 来回应神给学生的呼召 通过人生中各个不同的阶段 来尽到这个阶段该尽的责任 来荣耀神 并且拓展他的国度 这所学校是在神的主权的 这个前提之下 来分解其他各种人文学科 就是把各种学科 都放在神的主权的框架下来解读 而基督教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理念 它是根之于上帝的护理 这也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髓 福音从古典时代 逐渐地塑造了西方的基督教文明 但是今天的西方社会 一股反基督教文明的力量 日趋强盛 与基督教的传统文化相抗争 这一场文化征战 就如奥古斯丁所描绘的 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征战 而耶稣基督是这一场文化战争的掌权者 因为耶稣是整个世界的主 每一个想法 包括每一个学术思想 都必须要顺服于基督的主权 基于这个原因 新圣安德鲁学院 把上帝的主权 作为所有学科的基础 把所有学科都放在基督的主权 这个前提之下来解读 这种观念 在每一个学科里面 进行更具体 更细致的实践 培养学生 有一种分辨的能力 在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当中 进行分辨 哪一种思想是真理 哪一种思想是谎言 哪一个属于上帝之城 哪一个属于地上的人类之城 培养这一种分辨的能力 就需要很多的努力 要培养这种分辨的能力 就需要花功夫 需要对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 那些思想耳濡目染 对于历史哲学文学 尤其是神学上的那些著作 有充分的认识 为了实现这种教育 新圣安德鲁学院 严格地教导学生阅读经典 但是有的人会担心 这样是不是太学术专制 失去学术自由呢 新圣安德鲁学院认为 忠实的信仰和对教育的尾身 不会限制学术自由 反而是学术自由的基础 保护思想的自由 这符合基督教世界观 但是我们因为拥有真理的权柄 知道如何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里 分辨何为真何为假 只有当教育机构 开诚布公地公开他们的信仰 而不是暗中隐藏他们的信仰 通识教育才可能得到真正的鼓励 学术自由也可能得到真正的进步 三位一体的神 透过圣经的启示 才是所有的真理美善和自由的源头与标准 如果没有三位一体的上帝 真理和自由就会导致相对主义的混乱 我们相信经过历史检验的 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信仰 是追求真理和实行自由的唯一的基础 我并不是为新圣安德勒学院做广告 而是通过这个学校的教育理念 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过去的教育观念 好帮助我们为下一代 预备最好的基督化的教育 是为了他们的救恩 能够在基督里得以保守 为了他们这一生 能够为着天父的荣耀而活